也是一路走高部分院校的投档分 甚至超过了本三省空线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今年的投档线文理科分别为271分和293分 有80%以上的考生高出专科省空线100分以上 从考生志愿分布看 都是奔着电器一体化 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管理这样的热门专业来的 今年该校普通类专业有1500多个招生计划 全部实行的是订单式培养 我们半学实力应该是得到社会的认可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专业设置 应该是跟市场的需求确实是对接上了 今年专科录取的一次性投档计划满足率再创新高 文理科分别达到了85.5%和90.2% 省内院校的声援依然火爆 有28所文科和35所理科院校的投档线超过省空线 其中包括江苏经贸的连锁经营管理 南京交通的汽车整形技术 江苏海市的航海技术 南京信息的软件外包等专业 这些专业的学生往往还没有毕业 就被用人单位预先抢定一空 据统计 目前我省高职院校采取订单式培养的专业就业率 始终稳定在98%以上 青莲杯全国廉政诗诗大赛10号在金湖落下帷幕 共有64件诗词参赛作品获奖 其中水调歌头青莲颂 金旅曲怀念焦育录 连锋颂获得本次大赛的123等奖 参赛作品突出廉政主题 观点鲜明 格率流畅 风格清新婉约 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 有阵雨或者是来雨 其他地区是多云道烟 有阵雨或来雨